先来说明复习一下我们在暑假做这个DNA出摧取实验中 一些相关的原理 那我们先看这个摧取对象 在早期我们以前的旧的教材 你们的学姐们 当时是用鸡血 用鸡血的红血球 和奇异果草莓洋葱等 但你们发现到最近在考题出现一些新的那个实验对象 我们可以用口腔黏膜 人类的口腔黏膜 或者是菠菜叶 反正你只要细胞中有细胞核 就可以摧取出DNA 它的之后的操作模式跟原理都是一样的 只是口腔黏膜的细胞比较少 DNA量会比较少一点点 好那我们一一介绍了 首先我们要拿鸡的血球 里面有细胞核 请注意鸡血是鸟 鸟类的红血球是有细胞核的哟 是我们哺乳类 大部分的哺乳类 成熟的红血球无核 我们人类就是 那这些细胞拿来打碎之后 里面有些我不要的 那些不要的你就要想办法拿走 例如你磨碎啊 或是用果汁液打碎 会有细胞残渣跟胞气 我不要 我只要DNA 那里面会有糖类 会有脂质 会有蛋白质 会有RNA 我都不要 我只要DNA 所以他想办法 把其他的东西拿走 或者是跟DNA分开 这就是我们初萃取DNA 所需要使用的过程跟技术 那我们来看 这是我们当时在 假印上所写的步骤 那几个步骤我圈起来 它比较重要 我们可能用奇梨果 可能用洋葱 可能用草莓 打碎 然后加洗碗精 然后加了高浓度的食盐水 要高浓度 我们根本上可能是2M 也可能是5M 本来就很高浓度的 然后加了凤梨汁 然后还有过滤 好 那这些动作 然后最后是用 所谓的95%的冰酒精 最后得到什么 棉续般的白色物质 然后就把它刮起来 那就是我们的DNA 出萃取的结果 那我这边圈起来的一些动作 打碎 是让细胞打碎 洗碗精是什么 它是界面活性剂 然后它可以让脂质分解 细胞膜融解分解掉 跟合膜融解掉 那那个 那个 那个 为什么需要用到那个 等一下 为什么需要浓食盐水 等一下我们会讲 因为它会改变DNA的融解度 然后凤梨汁 我们知道是蛋白质水碱 过滤是让残渣被过滤掉 酒精是会让DNA吸出 好这么多的故事 我们用这边来看 如果你今天的材料 是用到鸡血 早期是用鸡血哦 所以那个时间很麻烦 学校要在之前就跟鸡败买好鸡血 然后要加入氢氧化钠 因为氢氧化钠会跟钙离子形成氢氧化钠 它会把油鲤的钙消灭掉 所以鸡血中会没有油鲤的钙 而血液凝结凝固需要钙离子 所以你加了柠檬酸钠 就没有油鲤的钙离子 就不会凝血 它叫做抗凝血剂 所以你只要学医中加了柠檬酸 就可以让它抗凝血 那这时候你才可以保留它 然后这个血球会帮助蒸溜水 因为是滴脏容易 红血球就会破掉 破掉之后 里面的那个染色体就会裸露出来 这是以前的实验 它的原理要这种做法 但那个步骤太复杂 所以我们这个实验已经舍弃掉 已经不做了 我们现在是直接拿奇异果打碎 变奇异果果汁 那我们会过滤 过滤是为了什么呢 让残渣和胞气被过滤掉 也就是固态的物质被拿走 叫做分离出 过滤掉固态物 溶于水的就可以被过滤变成绿液 我们要就是溶于绿液中的DNA 所以过滤是干嘛 把固体拿掉 那干嘛加洗碗精啊 是为了让脂质被溶解 让膜破裂 例如细胞膜破掉 例如合膜破掉 这样你的染色体会露出来啊 染色体呢不是只有DNA 染色体其实是DNA加蛋白质 所以为什么要加那个凤梨汁 就是把这个蛋白质分解掉 蛋白水解酶 如果你没有凤梨汁 你也可以加奇异果汁 也可以加嫩精 而我们的材料不就是奇异果吗 所以其实拿奇异果当原料 你不太需要再加凤梨汁了 因为它本身就有丰富的蛋白水解酶 另外呢 你看这边这句话 哇 0.14M的氯化纳溶液 溶解度最小 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个溶液中它是有盐在里面的 你的食盐水溶液 浓度是0.14M的时候 DNA溶解度最低 这时候DNA会吸出 这时候DNA会跑出来 变成固体 那这个过程呢叫盐吸 就是某种特殊盐的浓度下 会让某个物质吸出 这叫盐吸 那DNA盐吸最佳浓度 0.14M 就代表如果你不是0.14M 你的DNA不但不吸出 还会溶解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高浓度食盐水在里面 高浓度 5M或2M高浓度 因为高浓度食盐水 DNA会溶解掉 那我们现在这个图 这是DNA溶解度的图 横座标是氯化纳溶液的浓度 你会发现 当你的浓度越高的时候 溶解度就溶掉了 溶解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高浓度的食盐水 因为DNA溶解了 这时候你过滤 DNA会跑到氯液当中 其他的杂质也被你过滤掉 就会滤出来 那个氯液中就会有溶解DNA 高浓度会溶解 低浓度也会 但是如果你在0.14M的时候 它是溶解度最低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在高浓度的氯化纳溶液 假设是也很好了 你开始加水 让它稀释 稀释 稀释 稀释到某个程度 DNA就有吸出来了 所以在过去的实验当中 甚至我们会用高浓度实验水 溶解DNA 然后用纱布过滤 过滤完之后呢 开始加蒸溜水 一直加 一直加 慢慢加 慢慢加 加到某种程度 DNA又跑出来了 再把它捞起来 再放到另外一个浓的水 再溶掉 再过滤 再加蒸溜水 慢慢吸出 如此重复几次 你溶液中的DNA 就会越来越纯 因为DNA溶液度0.14M 其他的物质都不是 你这样会得到很纯的DNA 但这些步骤 全部都省略不做了 全部删掉 这些步骤全部删掉 现在我们的实验课 只求你看得到一坨鼻涕 然后就说 这就是DNA吃得起 拍手成功 大家都好厉害 很有自信 但是没有人去验 里面的浓度 里面的纯度 你们分离出来的 那个什么棉絮状的东西 DNA很纯吗 一点都不纯 因为步骤全部简化掉了 根本一堆杂质 以前的实验 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其实学姐们好辛苦 真的是要先加水吸出 捞起来 再溶于浓水水 再加水吸出 甚至还要过滤 几次之后 DNA量好少 可是很纯 但是那时候的老师或学生就觉得 好少的DNA 没有看不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就 什么过滤 什么纯化的动作全部删掉了 所以不许我们这是 我们在采取DNA的步骤 很快就结束了吗 其实真正的DNA出现取 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求方便 请说 长怎样 它的样子吗 还是会 但是你会发现 鼻涕看起来越来越纯 那你会 鼻涕是什么样子 你说的一个好问题 我怎么知道DNA纯不纯 因为你用露眼 不一定看得出来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就是 交界面 这就是交界面 出现 你们仔细看这个图 其实它不完全是云装物 它其实有丝 有看到吗 它其实有丝 其实真正好的DNA出现取 它要有丝的 因为DNA分子是长条状 很多DNA分子聚在一起 也会是长条状的纤维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看到 丝在里面 这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是DNA分子 没错很长 但如果是一坨 谁晓得那是什么 可能是蛋白质 可能是别的 那你们问一个好问题 就是放大 然后把它捞起来 就是这个 透明乳白色鼻涕 我怎么知道纯不纯呢 我们高中实验 不会要你们去验证 如果你到了大学 你脆一出来 你说它是DNA 我就要信你吗 请你验证它是DNA 怎么验证呢 其实是有办法的 而且原理是你们以前在 DNA图片上学过 请特别注意一件事 DNA会吸收紫外光 所以紫外光打到DNA上 它吸收这个能量 就会断裂造成突变 这叫物理性突变 利用辐射线 或是X光射线 或是干嘛射线 那紫外光 DNA会吸收 波长很短 大概两三百奈米 所以科学家就很棒啊 我们就把DNA浓于水 然后用分光光度计 用不同的波长去打它 看这个容易的吸光度 在哪个波长吸收最高 理论上应该是 紫外光那边最高 甚至科学家 还发展出一些公式 你在不同的波长 得到的吸光度 乘以这个公式之后 可以得到你的产率 有百分之多少是DNA 都经由很多的验算 得知 或是推出一些公式出来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扫描一次 分光光度计 它除了在紫外光那边有高峰 在别的波长段也有高峰 那就是杂质了 对不对 所以就可以验出来 其实是可以检验的 但是为什么不检验呢 不想伤了你们的自尊 一验 同学这鼻涕 其实一堆杂质 根本都不是DNA 呃呃呃 失败 对不对 其实我们需要是有分光光度计的 你有弄过 没有 因为我懒 在实验室里 生物实验室 要问设备组 现在藏在哪边 好 所以各位 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所有动作 有没有哪个步骤不知道 刚好加吸管精 镜面活机器 溶解掉止双层 加溶解的实验水 是因为DNA会延溶 在高峰度会溶掉 就方便你过滤 豆里汁提供蛋白水碱 过滤是为了把固体误差 拿走 好 冰酒精 DNA不溶于有机溶剂 如果你温度很冰 更容易吸出 所以我们加冰酒精 是为了让DNA吸出来 因为它不溶于有机溶气 温度再更低 会更容易吸出 溶解度更低 所以我们用的是冰酒精 不是冷藏酒精 那个冰酒精的温度 是低于零度的 只是酒精 它不容易凝结成冰块 所以就 看起来是仪态的 请说 对啊 当然有些会剥皮 削皮 对 所以你们还记不记得 你们搬哪一搬 我有其中几个搬 凤梨之美加 对 它在那边好好的 为什么不会分解掉 自己的蛋白质 被包气包起来了 蛋白水碱没 很危险 所以通常会收好 例如放在龙体内 不会散出来 散出来 蛋白质就分解了 那为什么今天这个时间 还会散出来 我们把它细胞打碎了 而且还加入了那个 那个洗劫剂 让磨状物都溶解掉 所以蛋白水碱没 就会释放出来 哦 不一样哦 活的细胞 水碱没都包着很好 包在龙体里面 那你现在把它打破 当然就散出来 到处分解了 好 以上是DNA出萃取的步骤 跟相关原理 再次运动